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样的爱 埋伏在未来 有一个人 只拿着 号码牌 因为我是在中国那边过来 然后我来的时候 是高一第一个学期 就过来 一开始的话也没有想太多 就觉得说来了英国之后 这边压力会小很多 因为来这边的话 我就不用高考 逃避先世 逃避先世 然后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说可以离开家人 然后去另外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更加独立 然后学习更多不同 国家的文化 然后自己也会长很多见识 我觉得在英国的技术学校 我可以认识到不同的朋友 而且我可以增加我的英语 沟通能力 就学会了独立 然后跟这样的关系也变得更好 我觉得在这里读书 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国家的人 例如西班牙 德国人 这些人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 老师都很友善 然后同学们都比较 也是很友善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他们也会很热心的解答你 我觉得这里的学校环境挺好 空气也很好 所以我就在这里读SXFORM 我觉得这个学校提供很多课外活动给我们去找到自己的兴趣 我觉得这样很好 是比较喜欢销售的 然后还有推销之类的 然后学校就提供了一个职位给我 然后让我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帮助学校推广 帮助学校更好的形象 天空就快亮起来 不应在我今天见在 在可以的时间 我们跟宿舍的时间 还有老师们的关系都很好的 中国或者是香港 跟这些外国的那个最大的分别 就是同学们跟老师们的关系 就是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如果你在国内的话 老师就像天一样 就要 不可以反驳 对 但是这里就好像上课就像一个discussion 就像讨论一样 然后你也可以提出什么你的意见 然后他们也会接纳 或者是怎样的 而且我们就觉得说 这种学习方式会比较好 因为这样子你比较容易记住 然后因为老师会给你很大的帮助 这样 我想到会记师 我想如果我在这边大学的话 我应该大学完了以后也会留在英国工作 然后就 耍个老公 哈哈哈 我希望以后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心理学家 我想上了大学 可以的话最好就是巴斯大学 然后还有伦敦经济学院之类的 哈哈哈 我觉得来了英国之后可以学到很多在香港学不到的东西 例如要自己来了 然后就要自己解决很多问题 家人没有在你身边 你就要学会自己面对这些东西 然后把它解决 训练你变得很独立 对 没有那么勤奋 天天都学习 我觉得来了英国之后看世界的眼光不同了 对 我希望如此等待 爱 未来没在还是未来 我要了答案 还没解开我 我有爱 来了太快 幸福太快 我照价不来 天藏在彩虹 也之外 途中的意外 若是安排 我想上爱 到来 那一定会一定会很精彩 有一种爱 一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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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 爱 累了 累了 就看看窗外 忘记 美的视线装载 美丽的 好心情 有种 双不出口 的愉快 我 站在 会 会 你 拿 看 看 看